日本第八师团长刚上任六天,就为大日本帝国的面子卷去了。 2023年4月6日,小日本自卫队第八师团第39任师团长坂本兄弟, 乘坐一架UH-60GA黑鹰直升机发生坠机, 跟坂本一起升天的,还有包括师团参谋长在内的六名师团干部, 两名陆自飞行员,以及两名飞行整备员。 虽然三哥死的国防参谋长均显高,但人小日子甚在人多呀, 除了一个中将之外,还包括六个大左三个上位。 要知道整个抗战时期,日军在中国才死了六个师团长, 这场血迹如此甚大,今晚喝酒好歹得加个菜呀, 其中最耀眼的明星肯定是师团长版本兄弟了, 这孙子在三月底刚上任师团长,而且他这个师团长还是一名陆军中将, 你说你一个陆军中将没事上海军马路那边凑什么热闹, 任海军都没给你打下来就算命大了。 而且据网友考证,这个第八师团貌似就是清华战争中最臭名昭著的熊本师团。 版本所在的师团驻地就是熊本士,负责九州的防卫和治安, 熊本隶属于九州,该地区相当的贫穷, 正所谓穷穷几个,饿到吃土的熊本士兵向来好勇士道。 这支部队在我国犯下的罪行最多,攻占南京时他们就是主要成员, 熊本士团自九一八事变开始,全城参与了清华战争, 可以说南京大屠杀有他们一半的功劳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熊本这帮独子被派往了瓜岛, 以及所罗门群岛去死磕老美, 那种光着膀子不要买的自杀式的袭击,一度让美国大兵们睡不着觉, 当然最后还是被老美打服了, 就是这么个跟我们有血海深仇的师团, 师团长肯定放不出什么好屁。 版本在就职仪式上曾大言不惭地说道, 台湾优势就是日本优势, 整的台湾网友就以为这独子是蔡英文拼头, 而他作为一名陆军中将去寻防海军, 主要是因为小日子的陆上自卫队, 还承担着联合指挥任务, 需要统筹还陆空出兵种协同作战, 好死不死的, 这孙子刚好死在了蔡英文窜访美国, 我军穿越宫古海峡, 前往西太平洋警告的微妙节点上, 版本一死, 整个日本舆论界都炸了, 这不会是中国所谓吧, 小日子之所以这么想, 咱也不能怪他, 毕竟喷辞中国是人家的传统手艺了, 齐齐事变当天, 鸡子的小日子就是找了个进城寻人的藉口, 以500对100的兵力, 冲进了宛平县城, 入侵上海时, 也是安排人把自己人打死打上, 反过脸来讹中国人, 这种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的手段, 小日子早已驾亲救赎了, 没想到这都21世纪了, 小日子又拿了一名师团长来喷词, 真就属于武大郎玩仙人跳, 下血本了, 可惜此时的日本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汪霸之气, 尽管民间叫唤的甚嚣尘上, 日本官方还是出来辟谣了, 日本防务省就在记者会上通报了事故原因, 据幕僚长森夏泰晨描述, 此次坠机只是一起意外事故, 没有任何的其他可能, 此次距离坠机还不到6小时, 连打捞都没完成, 事故现场只有少量的残骸和海上游窝, 黑匣子都没找到, 这老犊子就火急火燎的出来澄清, 生怕惹得某个邻居不高兴, 可怜版本大聪明, 人肉打窝为国卷屈, 都没能激起太平洋上的一层浪啊。